小产品放大产品的话 先把这几个孔位 把这几个孔位 本来是小的是装这两个的 大的把它装成这两个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把字句换掉 然后把标签换掉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标签出长的话 那我们就要微调 微调参数设置 然后停标延时 我们先把改成0 我们先把改成0 然后的话再按一下 点动出标 现在是 现在是出了这么多 这出太多了 我们要加延时 我们先加到 因为标签比较长 我们可以先加30 再试一下 30就出得太多了 你多出了一张 所以说30太多了 我们就把它调成20 然后再点手动 现在还是差了一点点 那我就说 加到二十几 差一点点 我们加到23左右 23就出了就多了 然后再调小一点点 然后再调小一点点 21.5 调到21.5 然后再点动出标 就说 现在看一下 还差一丢丢 然后我们就 稍微 21.5 21.5 21.5 21.8 21.8 然后再点动出标 这就是证明一个标签定位 第一道标签定位 已经OK 没有问题了